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意大利著名的港口都市 熱納雅 那雖然我們現在在熱納雅 但是我們先不著急的介紹這個城市 因為我們這次是主要是郵輪之旅 我也訂了兩個船次的郵輪 那第一個船次就是今天要上船的 是MSC的詩歌號 那我們接下來就從火車站這邊 往搭船的方向移動 同時也給大家看一下搭郵輪是如何的登船過程 來到了這個十字入口 MSC的登船處就在對面了 然後入口這邊會有相關的警衛來盤查你 所以必須要在入口這邊做相對應的檢查 才能進到這個郵輪的大樓裡面 走進了這個MSC的入口之後呢 就直直往裡面走 找到最大的建築物 並且從建築物的正中央這邊切進來 因為我這次搭了MSC的船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有MSC的標誌 然後還有相關的服務人員都在這邊 那剛剛他是說必須要先下樓才能 去到那個登船處 哇這邊也很漂亮耶 這應該也是一個古建築來改建的 那因為熱納雅是一個半圓形的大港口 所以如果你找錯登船處的話 其實你要繞非常遠的距離 像我們現在的船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從火山這個地方慢慢的走下來 這個距離其實不會很長 這個距離大概十分鐘而已 我這次為什麼會選擇在熱納雅登船 其實也是因為他這邊很快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待會我們就慢慢的細講 因為前面都不能拍攝啊 所以剛剛前面的畫面沒有帶到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前面在幹嘛 就是前面他一路把你引到 最裡面的檢查資料的地方 然後無論你是有先把你的資料印出來 或者是你是秀在手機上 像我是在手機上秀我的資料給他看 然後他會把你最大的那個行李給拿走 他會直接把你送到房間去 當然像我自己身上的隨身包包 還有我的電腦 就是我是自己背著 所以他就沒有綁上那個紙條 那接下來我們就往船的方向前進 走到這個裡面呢 還看到另外一個check-in的地方 那來到這裡面就是 剛剛前面的資料都檢查完畢之後 他現在就要辦理check-in的手續 所以其實這邊也是很多人在排隊 雖然在票上面的資訊 他是寫說1點登船 並且會登船1個小時的時間 到2點他就會關門 但是我現在11點半已經來到這個最裡面 等著他叫號要進去做最後的檢查了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卡那個1點 就是早點來 因為他的船像今天這艘船7點半就到了 所以或許你8點9點就可以過來 我相信每一間郵輪公司 他應該都會有他自己不一樣的登船方式 但是應該是大同小異 就順著工作人員的指引去進行 即便你是第一次來 或是你的英文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你這邊人身低不熟 但是順著工作人員的指示去做 我相信八九不離十是不會錯的 眼前這一艘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MSC的詩歌號 他的排水量是9萬出頭盾而已 我們比較熟知的公主郵輪的排水量是11萬5000噸左右 所以相較起來這艘船並不是一個大船 而且他也不是一艘新船 他是2008年下水的船 所以到目前為止已經十多歲啦 話雖如此但是一切都整理得很乾淨很漂亮 而且船上的步調相對的很慢很悠閒 加上這艘船的旅遊軌跡很有趣 專門停各國的重要城市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慢慢來說明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這次的房間 長什麼樣吧 我這次訂的是內艙房 本來是想要省錢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後來幫我安排了一個 有窗戶的房間 雖然這個窗戶只是一個圓孔啦 然後從這個圓孔往外看呢 其實就是逃生艙 所以其實外面是看不到什麼風景 房間裡面是該有的東西都有 雙人床沙發電視冰箱熱水壺冷氣一應俱全 那他的廁所呢是採用乾濕分離的方式 雖然不大間但是使用起來是OK的啦 這次訂這艘船的金額呢 12天11夜一共是1280.69美金 但是因為我沒有訂到單人房 所以我是一個人睡了雙人房 不過船公司並沒有把我的金額直接乘以2 而是乘以1.7左右 所以單人的價格呢會是1280.69除以1.7左右 所以如果你們是夫妻或者是朋友 兩人一起來的話呢 你們一個人的費用就是大約2400台幣不到 以上講的都是船票的部分啊 就是12天11夜的船票的部分 當然這個船票就已經包含了住宿 包含了吃包含了城市間的交通 他們的吃呢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樓上的buffet餐廳 就是只要這個餐廳有開呢 裡面有任何食物你都可以隨意的拿 另外一種則是午餐或是晚餐的固定時段餐廳 這種餐廳就會提前幫你安排座位 並且會有服務生在桌邊服務 相對的是比較正式的餐廳 那更沒有搭乘過郵輪對郵輪不熟悉的觀眾朋友們呢 我來說明一下郵輪的運行方式 並且這邊我會說的稍微細一點 以我這艘船為例 我是9月25號當天從熱納雅上船 並且這艘船呢會在當天的下午5點 離開熱納雅的港口往土耳其的方向移動 然後我就在船上吃喝玩樂 並且住宿在船上 然後我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工作環境 我現在就在船上的一個小包間內 並且獨自享有船尾的無敵海景 這是不是非常的爽啊 然後會在9月28號的早上9點抵達土耳其 並且會在土耳其停留半天的時間 到當天的下午7點才會離開 那這半天的時間呢 我就能夠上岸去自由行 並且去探索我抵達的那個都市 並且必須要記得 必須在晚上7點之前一定要回到船上 不然船是絕對不會等你 它一定會開走的 那就會非常的麻煩 當晚回到船上之後呢 我就繼續在船上吃喝玩樂 然後同時也是睡在船上 會在9月30號抵達伊斯坦堡 當抵達伊斯坦堡之後呢 我就又能夠去當地一日遊 去體驗當地的風俗民情 並且記得在時間內回到船上就好 因為船呢就會繼續的往下一個城市移動 簡單的說就是 船在白天有靠岸的時候 我就能夠下船去自由行 然後晚上的時間 船就會從一個城市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段時間其實我在睡覺 我也沒有感覺 等到我醒來 就到下一個城市了 然後我又能夠去當地一日遊 所以整體而言 我覺得郵輪是一個非常不傷腦筋的旅遊方式 它幫你解決了吃、住、交通的問題 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規劃當船靠岸之後 到達一個新的都市之後 在當地的自由行 跟一日遊的行程就好 其餘的時間呢 就是在船上無腦的享受 無腦的爽 然後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呢 我來到現場看到的 歐美人是佔了百分之九十五 然後台灣人 不要說台灣人啊 亞洲人只佔了非常少的部分 明明這麼好的旅遊方式 你要說距離問題的話 從紐約飛到這邊來的時差也是六個小時 從台灣飛過來的時差也是六個小時 所以我是覺得主要是我們不太習慣這樣子的旅遊方式 又或者是比較少人在推廣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希望藉由這次的機會 能夠盡量的把這邊的資訊 都帶回去給大家 然後給大家做參考 接下來我就是覺得 如果你的旅遊方式是喜歡去到處踩點的 我覺得這郵輪的方式就非常適合你 以我這艘船而言 在熱納亞之前呢 他是從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出發 然後經過丹麥的哥本哈根 經過荷蘭 經過法國 經過葡萄牙的里斯本 然後經過西班牙 最後來到義大利的熱納亞 義大利熱納亞就是9月25號 對不對 那9月25號之後呢 他就接著往土耳其的方向移動 我9月25號這一段行程 會經過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經過希臘的雅典 經過義大利的羅馬 這幾座城市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城市 那當然啦 我這28天的兩趟行程 會經過以下的這一些城市 有些城市是非常知名的 世界著名的城市 有一些城市是大家比較不那麼了解的 我無論如何都會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裡 好好的把這些城市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就稍微介紹一下我這艘船 我這艘船是MSC郵輪公司旗下的詩歌號 他不是一艘大船 然後船上的設備其實也就中規中矩 但是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他的旅遊軌跡非常有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他更之後的旅遊軌跡 據我所知他還有環繞整個非洲跟阿拉伯的行程 那郵輪上該有的設備其實他都有 包括自助餐廳 一般的餐廳 酒吧 劇院 賭場 這些基本的設施他都有 那當然是他有戶外游泳池 戶外運動區 網球場 還有爸媽們最需要的給小朋友放電的遊樂場 這個這艘船上面其實都有 當然你也可以在飯後散步在無人的甲板上 看看海吹吹風享受寧靜的時光 並且尋找一片只屬於你自己的美麗海景 那我也邀請大家在接下來的每個禮拜 跟著我的視野一同去參訪地中海的各個美麗城市吧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夠在下方幫我留言鼓勵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